Hello,大家好,我是Viu 今天我會幫Touch & Show做一個Make-up Demo 我會教大家如何去化一個最新潮流的韓式妝 首先,我們會用Touch & Show這個Base 這個Base有蜂黃漿成份,會有蜜糖 令皮膚很滋潤、很柔軟的感覺 我這個茶法也有些特別 現在教一教大家 首先,我們會拿一點出來 這樣你會感覺到很黏黏黏黏黏的感覺 我們會先放在臉上 然後,我們會慢慢推開它 然後,我們就以輕拍形式,令它吸收 當你輕拍的時候,有一點熱力令我們的Base變得很水潤和很甜 第一,我們這個Base的塗法就要這樣 另外,可以輕拍令我們的皮膚緊致和去水腫 我們連下眼地方都可以塗的 好了,我們塗完Base了 然後,我們就會塗上Touch & Show一個最新的BB Cream 是水潤成份高一點的,可以集中保濕的 我們這個BB Cream做到很透薄自然的效果 為什麼很多人會覺得韓式化妝很漂亮呢? 其實就是大家看起來,皮膚好像很水潤、很自然、很透薄的 這個BB Cream就可以做到這種功效了 我們會放在額頭的地方,慢慢推開它 你用手茶或用Pot茶、用薯茶都可以 我用手,我會喜歡有這個熱力 令它可以和皮膚融合得更加好 你看到,現在我塗了額頭的地方 感覺上已經即時變得好像皮膚的膚色已經均勻了 還有有光澤感,漂亮了很多 好像薄薄地塗得了,不用太多 我們這個BB Cream也有些護膚作用 所以也不會傷皮膚 好了,我們塗完BB Cream了 然後我們就會加碎粉 Touch & Show這個碎粉 有70%抗脈成份 令到皮膚不會傷害了 或者好像越來越差 而且也可以有控油的效果 令皮膚好像很滑 首先,我們就會拿一個碎粉掃 慢慢地加上臉上 二出油的地方 例如額頭啊 鼻子啊 這些T字位的地方 下巴位啊 很多人就不知道 其實加碎粉呢 為何才會加得夠的 我們通常加完之後 第一,看看鏡頭 究竟有沒有反光 第二,我們又可以 用手來看看 究竟還有沒有黏的問題 因為如果再黏的 就代表你的碎粉不夠了 好了,下完水粉了 我們當然要化眼妝 怎樣令到我們可以 看上去精神、大眼、大人 不要太誇張 因為韓式化妝 大家都是追求那種自然的效果 首先,我們會選一個 好像啡啡橙橙 很淡 很近自己皮膚肉色的眼影 我們會由眼中間 慢慢推開它 我們通常選眼影 韓式妝還有另一種很特別的 就是我們的眼影要戴珍珠 銀底就最好了 我們的眼影由眼中間 慢慢推開它 你看到顏色很容易上色 而且很容易推 通常帶一點珍珠的光澤 你一抹大眼 眼影已經有立體感 就不會那麼容易 好像有眼腫的問題 好了,我們塗完眼影 就記得另一個重點就是眼線 我們Touch & Show 這個眼線膏很特別的 一深一淺地去做 首先,我們會塗淺色 塗在下眼頭的地方 塗在下眼頭的地方 因為其實大家知道 在眼頭的地方 放上一些淺色的 一些highlight 眼影 可以令我們的眼睛 藍體感一點 水溫溫一點 我們這次 就用上高座 高座的另一個好處 就是它持有一點 不用眼影 像過了上半周 它就已經溶掉了 這個問題 OK,然後 我們就用上我們的啡色 眼線膏 那韓式化妝呢 另外一個重點呢 就是我們的眼線 會慢慢向上撩起 拉長一點 那上的眼睛就會大一點 你看到呢 眼線膏很上色 很多時候 大家說眼線膏 很喜歡 會用很黑的眼色來畫 眼線膏 但是呢 我想 大家都可以 嘗試用啡色 因為啡色 感覺上出來 會柔和一點 因為眼睛也很大 好了 我們化完眼影 眼線 接著要輪到Mascara Mascara 我們就用Touch & Show Curling 這個Mascara 紫紫地色這個 我們塗出來 是很漂亮的 黑色Mascara 首先呢 我們會在眼底的地方 慢慢地地塗上去 這個呢 出來的效果是很黑 很挺身 而且也是很防水的 那你見到呢 很囂 一塗呢 已經是 Mascara 令到的睫毛 慢慢地是跟著它 慢慢調起了 有多女生 都會不喜歡 夾眼睫毛 或者好像怕夾到自己 有時候會塗這個 已經令到它很囂張 好了 那現在呢 我就會用Lip Tin 這個水劑的一個 可以當胭脂水 又可以當胭脂水 又可以當Lips的一個 product 那你會見到呢 這個顏色呢 是很鮮艷 很漂亮的 但出來的效果呢 又會很自然的 那我通常呢 呢 在脂肪的位置 慢慢地呢 慢慢地呢 打一圈 推開它 效果出來呢 效果就會是很自然 好像在粉底 還有我們剛剛的BB Cream 裡面呢 透出一個健康膚色的 就不是說一些很誇張的胭脂 因為韓式妝呢 不是真的流行一些很濃的胭脂 是我們設一個 皮膚有光澤感 透亮的感覺 還有呢 這些水劑的胭脂呢 其實另一個好處呢 它是可以很自然的 而且也是很持有 因為通常呢 我們現在跟我們的粉底 是合在一起了 那就不會那麼容易掉 而且那麼容易溶 而粉狀的胭脂呢 在碎粉上面呢 其實容易溶一些的 好了 最後呢 我們就會加上一個 Lit Gloss 那我就會選了一個 是比較Nude色的 Lit Gloss 那看下去呢 嘴巴不會很好 好像沒有什麼 怎樣塗爽膏 那樣的 但帶到一個呢 有光澤感 和很Gloss 那這個Lit Gloss呢 你會看到呢 塗了下去呢 唇紋即時減淡了很多 很滋潤的效果 那我們呢 很快就完成了一個 韓式的日妝了 那你會看到呢 我們的妝的感覺呢 看下去呢 很透薄 很自然 很光澤 而顏色方面呢 都不會很濃的 你看到眼影我們都用一些 beige的 tone 哪一支有光澤 而唇膏呢 都是一些Nude的 那我們先著重在眼線 還有那個Mascara方面 令到眼睛大一點 和好像長一點 那樣的Nude 是 霧